中共新帮规藏袭掌权秘密 江雪长安时日遭山三小时神奇复活至今 镇压民众颜色革命哈萨克斯坦在线六四 时隔六个月美前国务卿蓬佩奥判若两人 中共今年将召开二十大 由于面临内外交困能否顺利完成二十大换届成疑 而围绕习近平三连任的问题 与反习派之间的斗争成为最受关注的焦点 有分析指出从近日发布的中共纪委工作条例 回头看三年多前修订的中共党纪条例 这些俗称中共邦规文件中的关键细节 提示了习近平早已密谋终身执政 2021年11月六中全会出炉了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 重新将党史三分断代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未病入一个时期 习近平及其后属于中共的新时代 习成为中共新时代的第一代领导人 对此海外视频人士岳山撰文分析 各方观点认为这是为习近平进一步确立定于一尊 和二十大连任铺路 但现在看来还不是那么简单 1月4日中共官方发布所谓 首部全面规范纪委工作的基础性党内法规 简称中共纪委工作条例 第三条最为关键 即中共党的各级纪委 把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 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俗称两个维护 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责任 文章分析 回看之前的中共帮规 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修改了中共党章 习近平思想成为中共所谓的理论系列 2018年修订的党纪条例 前所未有增列必须维护习核心的规定 最新的中纪委工作条例 正是在修订后的党章和党纪基础上出炉的 查看中共党章和2018年修订之前的 中共党纪条例 均没有强调维护哪一位领导人 现在的党纪列民必须维护习核心艺人 就使其带有习的个人色彩 在党纪信息的同时 也将习和中共绑定 中共的这一帮规保证了党员只要反习就是反党 反党就是反习 文章指出 中共当局如此打造 党纪帮规带来两个后果 一是这帮规没有延续性 都只是为了维护习近平服务 二是这些帮规不能普适于中共前任或后任帮主 所以一旦交班也无法立即修改 要修改也会极其敏感带来动荡 往往意味着前任已被推翻或离世 从这一角度看 习近平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将习思想加入党章 已经密谋要终身执政 此外 对于外界长期关注习近平的接班人问题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分析 习近平时代无论谁来接班恐怕位子都坐不稳 毕竟核心只能有一人 他的继任者势必在接班前后将与习近平出现结构性矛盾和冲突 一旦习近平年事健高健康又出现状况 未排定接班人的情况下 中共将瞬间群龙无首 问题会更大 中国独立媒体人将雪四日发表记录西安封城的长安十日一门后 名声大噪 但也在中国舆论场陷入争议 当天下午四点 长安十日一度遭微信以内容为规为由删除 但三小时后又宣告复活 许多大陆网友亚裔这篇批评官僚主义的文章迄今依然存活 而中国桥连基层建设部组织处副处长宋问陶 应发表西安百姓的悲哀议文后遭到举报 被认定为不实谣言 六指已遭免职 中央社七日报道 江雪四日发表长安十日后被誉为是西安版方方日记 同样引发国际关注与热烈转传 不过当日下午四点 文章应遭到举报被删除 江雪当时还调侃 她现在关心湖边的评论会不会也被删除 长安十日爆红后 胡锡进五日曾发表评论 主张无论大多数人喜欢不喜欢 都应该允许长安十日这样的表达 胡锡进还写道 个人也希望江雪平安 就像方方一直是平安的一样 在中国社群网络涉及违法违规被删除的文章 绝少能复活 但当天过了晚上七点 被删除三小时的长安十日突然被重新上架 死而复生 对此 江雪在朋友圈发文笑称 这么跌宕起伏 她的小心脏受不了 反问 这是抽什么疯啊 不过相对于 江雪长安十日暂时平安 中国桥连基层建设部组织处副处长宋问桃 因发表西安百姓的悲哀议文后遭举报 被认定为不实谣言 六日已遭免职 据陆媒报道 宋问桃以清风明月楼的微信公众号二日公开发表题为 西安百姓的悲哀 为什么有人不惜违法冒死也要逃离西安的文章 内容以墙内网络讯息及媒体报道为主 提到西安封城至今出现的种种乱象 文章提到了 没有人性的西安 普通社区居民没菜吃 西安隔离费用至少5000元 西安人民现在担心的不是染病而死 而是在没有碰到疫情之前 就已病死饿死了等内容 文章随后遭到举报 据中国桥连官网六日通报 经过研究免去宋问桃的基层建设部组织处副处厂职务 中央社指出中国桥连被归纳为 归桥及眷属组织 形式为全国性人民团体 实际上具有官方色彩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月7日表示 是他下令部队开枪射杀所谓土匪和恐怖分子 以平息因天然气价格暴涨而引发的全国性动乱 与此同时 应托卡耶夫请求 俄罗斯空降兵也搭乘战略运输机 抵达并部署于哈萨克斯坦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7日也向托卡耶夫传递口信 支持其在关键时刻采取有力举措 迅速平息事态 据路透社发自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报道 安全部队当地时间7日 似乎已经控制住了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但是人们还是能听到枪声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一场电视演说中表示 已经下令执法机构和部队无需警告即可开枪 此次因天然气价格暴涨引发的反政府抗议示威 以及随后遭遇武力镇压 是哈萨克斯坦独立30年以来规模最大 后果也最严重的冲突 示威者一方面对县政府表示不满 另一方面也是对哈萨克斯坦前总统努尔苏丹 纳扎尔巴耶夫家族依然操控哈萨克斯坦 政经事务表达愤怒 目前已经下台的第一任总统哈萨尔巴耶夫迄今保持沉默 外界和媒体都在讨论和猜测他和他家人目前的下落 路透社的报道说 俄国这次在哈萨克斯坦总统求援后 第一时间立即出动部队进驻 体现出克里姆林宫时刻准备出手 维护其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影响力 据中共官媒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7日向托卡耶夫制口信 称坚决反对外部势力蓄意在哈萨克斯坦制造动荡 策动颜色革命 白宫发言人沙奇7日向记者表示 美国目前密切关注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在哈萨克斯坦的军事部署 一是要看这些部队是否侵犯人权 二是要看任何未接管哈萨克斯坦机构提供借口的行动 美国之音分析指出 哈萨克斯坦可能为俄罗斯这次出兵支付沉重代价 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次未必是免费出兵 普京答应出兵所开出的条件可能包括 要求哈萨克斯坦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 重新让俄语拥有哈萨克第二官方语言的地位等 还有学者认为 俄派兵哈萨克斯坦将影响到中共的利益 事件平息后 中共对哈国的影响力会被削弱 曾与美国前总统川普主政期间担任国务卿的蓬佩奥 最新受访时表示 去年6月看到自己体重即将迈入136公斤大关 让他下定决心开始减重 6个月来成功甩掉40公斤 如今蓬佩奥看起来和6个月前判若两人 据美国纽约有报报道 蓬佩奥表示 我开始运动并非每天 但几乎是每天 吃健康的食物体重就开始下降了 蓬佩奥还将家中地下室打造成健身房 设备包括各种重量的哑铃和一台滑布机 他说 我尽量一周去地下室五六次 每次待半小时左右 没有什么科学的方法 没有教练 没有营养师 就只有我一个人 出身西点军校的蓬佩奥 2010年当选美堪萨斯州联邦众议员后 体重开始直线上升 自从川普政府现任后 蓬佩奥成为福斯新闻撰稿人 并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 致力于帮助共和党在其中选举夺回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 在采访中谈到是否有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打算时 蓬佩奥表示 目前只想花时间陪伴给予他极大支持的妻子和家人 希望可以享受当爷爷的天伦之乐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